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正常發揮頻道召集義勇軍 一起加入 時常發揮的支持力量 正常發揮的最佳觀眾 如常發揮的忠實粉絲 超常發揮的鐵桿盟友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一起召集親吻好友加入 成為正常發揮各級堅強的鐵桿盟友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 不會被消失 我們歡迎這個閻老師 閻老師第一次來 待會兒再請您發表您的高見 但您旁邊那位已經等了一個多小時 所以我們先讓他講一下 老師請您稍等 來來來 你先講你先講 小滿來 因為剛會員哥講到國內媒體的生態 因為剛好有個資深媒體人 傳簡訊給我 我真的講一下 多資深 很資深 有兵哥這麼資深 少一點點 有會員哥這麼資深 也少一點點 那應該比我還資深 沒有 因為他們兩個都很年輕 所以少一點點 OK好 好他講他說 為什麼之前在兩義戰爭 在阿富汗 或者是在其他戰爭 國內都有新聞媒體去戰地報導 為什麼這是烏克蘭沒有 大家有提到洋溢 其實他不是從 好先講他最新情況 他是從今天從波蘭邊境 然後到烏克蘭 從蛇吉尼進去做了半小時直播 就被烏克蘭士兵發現 遷返回波蘭 對啊 因為過去他們的管制不嚴格 好 所以你可以偷偷摸摸進去 現在不行啦 然後他說 你進去在裡面出事 他們要負責耶 不要鬧了 其實有媒體同業想去 可是他問過了 為什麼不去 因為烏克蘭是全世界 執行一個中國政策 最徹底的國家 除非你說我是中國人 我們拿簽證要透過北京去拿 現在政治氛圍 你敢去北京拿簽證嗎 怎麼樣 我有台胞證 我是台... 台胞證 台胞證可以嗎 不行 台胞證不行啦 對 然後他說這場戰爭中 因為這場戰爭 中國媒體 他也通烏克蘭 也親俄羅斯 他其實他最吃香 新聞報導是最吃香的 可以是上報耶 上報去 跟中國大陸要簽證嗎 沒有 不是 楊毅是他從其他地方去的 我想說 哇 這麼苦 上報不是 所以他不是通過 北京那邊去拿簽證的 所以他說 如果他們現在要去 他們只能從北京去 因為烏克蘭執行一個中國政策 非常徹底 那如果是在10年前 他們就會 我看 他們說如果不是政治藝術 他們會找駐台的新華社統頁 幫助他們 比如說誰在烏克蘭現場 然後講好了在邊際會合 一起進去 這10年前的政治氛圍 一定可以 為了新聞 他們一定這樣做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像台灣那種新華社記者 從中被趕入 現在還有 還有七位 大陸媒體還有七位在台灣 還有七個 還有七個 剩七個 對 剩七個 剩七個 我們以前跑新聞是一大堆 對啊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不是媒體 不是新聞朋友不想去 是因為 去不了 不是因為戰地多危險 對 是他們去不了 所以現在政治氛圍 民進黨跟美國 把媒體插成這樣 他們不敢去 對 所以這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 好 怎麼再講回來 這次的烏爾戰爭 我想到一個影片 我昨天才看到重播 叫做第一滴血 第一滴血是藍波 跟第一集啦 他是藍波回到他的家鄉 然後一個鎮 好樂迪鎮 在很冷的地方 穿個午休一隻肉肌肉 滑他家鄉 然後被警長 跟其他鎮上的一些居民 去攻擊 那鎮長很壞 對 那藍波代表什麼 代表正義 問題是你看 他是從越戰回來的 他什麼都不會 不會社交 什麼都不會 那他是什麼 他就是戰鬥民族 他只會戰鬥而已 可是他融入社會 他那個主要是在講 對我要吐槽 你看那個是在講 他受過戰爭摧殘 心理狀態 對 他不是不會 他不是活 他是 就是戰爭創傷症候群 所以很多打過 這個越戰的這些美國老兵 都一樣 主要是這樣 他無法融入社會 是 然後主要是 他是被他那個社會去 沒有辦法融入 社會也會排擠他 對 會覺得他是殺人兇手 對 沒錯 這也是確實 到底 留第一滴血 留第一滴血 好像就是 站在道德的制高點 那讓你留第一滴血的那個人 他可能就要去證明 你有危險 所以現在跟這個 國際社會不是很像嗎 對 所以 不管是國際戰爭 還是地方戰爭 我們要 我們要先拿的是話語權 不管你是 進攻方或是手方 你要有國際的話語權 就像藍波 他是可能一直被 被壓迫以後 他去反擊 他讓對方留第一滴血 可是到底誰是 誰是對的 誰是錯的 這其實是很難看出來的 其實藍波讓對方流血了 但是藍波是對的 因為他可能是被壓迫的一方 對 好 那我們講話來說 我們剛剛有討論說 現在歐洲到底是淪陷還是沒淪陷 你說淪陷也是淪陷 因為歐洲已經被美國綁架了 所以他現在整個經濟 你看波蘭 他有幾百萬難民在那邊 他因為這些難民 所以他又沒有辦法從 從烏克蘭拿到大量的糧食 因為他也是糧食集散地 然後從俄羅斯那邊 你也沒有辦法拿到 很廉價的一個原物料 所以他的經濟已經瀕臨崩潰 那這些難民以後 會不會移往歐洲其他各國 是有可能的 那這些各國 歐洲各國 因為他也出現通貨膨脹 我講最簡單的 你知道法國的燃油 燃油它的價格 已經上漲了百分之二百五十七 二點五七倍 其實不是說法國 你看看台灣 台灣的汽油 這兩禮拜已經漲多少了 其實全世界都在受影響 那歐洲是最多的 那這一些價格 這些原油生長 那我們會影響到 就是基礎生活物價的 也會漲幅 那影響最大的就是 影響最大的就是我們 中產階級 縣以下的這些人 他的生活是最難去維持的 好 這個我們專家來現場 我們還是要把這個焦點 拉回到戰爭上面 那當然今天跟這個老師 您這個稍微補課 我們前面談到的當然就是 因為在這個基輔 或者說在烏東 烏克蘭境內的狀況 確實對普京來說 是有價很難打啦 不是打不贏啦 但是就不好打 你就拿這個平民當 這個擋箭牌嘛 然後把我引到項戰裡面去嘛 然後躲在上面 然後又這個 美歐給你這麼多的這個標槍啦 等等的這個反坦克 反裝甲的這個武器 所以俄羅斯不好打 而當這個情況 歐美又不斷的挑釁 不斷挑釁 第一個 老師你怎麼看 在烏克蘭境內 現在的戰況 第二個就是 這個戰爭有沒有可能 像華春瑩今天說的 不要把一個核武強國 逼到牆角 你把他逼到牆角 他不得不做出回應的時候 可能就是跟歐洲開戰 甚至等於核子戰爭 我認為這個核子戰爭 我們先講一下歷史 只有美國發動過 其他國家從來沒有用過 擁有核武武器的國家 只有美國用過 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今天俄羅斯被困在烏克蘭 他付出了蠻大的代價 所以假使我們今天講 烏克蘭也受不了 大家都希望能夠走到談判桌嗎 才會有這個四五次 現在看起來的這個和平談判 對 那這個談判的情況就是說 我們過去歷史裡頭 歐洲常常打仗 打仗的最後結束的時候 要和平談判 那最後談出來的結果 大概有兩個很重要的 這個拉丁文的元素 一個就是說 恢復到戰前的狀況 就是說我還沒進來之前 那我們就回到那個 回到原狀 回到原狀應該是什麼呢 到底是2014年之前 還是2022年之前 還是2月24號之前 對 還是2月24號之前 就是說克里米亞已經獨立了 又加入了俄羅斯 然後烏東兩個共和國也獨立了 然後俄羅斯也承認他們了 那這個是 這個是戰前的狀況 那如果今天再打下去 俄羅斯覺得他的價 付出來的代價很大 他覺得這個不夠了 他就我現在繼續佔領 那現在有一個名詞 就是說保持佔領的 擁有的部分 保持當前佔領 當前佔領 保持當時 當時我的佔有的部分 那這個其實對 責倫斯基來講 還不見得一定是最壞 因為萬一再打下去 搞不好俄羅斯還要 整個聂伯河已東了 對不對 要的更多了 因為他犧牲太大了 所以他要的會更多 打越久死越多 我死越多 我當然要的也更多 那所以我相信雙方現在 大概為什麼說 普丁開出來的五個條件 我覺得是說 應該責倫斯基要去考慮一下 就是包括你作為一個中立國 你不加入北約 你也不想不加入歐盟 不要拖就對了 其實沒有這麼難 那這幾天大家在笑說 川普好像講大話說 他從來沒有發生戰爭 那我也自己也覺得就是說 假使今天川普還是美國總統 他一定跟責倫斯基講 你不要鬧了 這個普丁很兇的 所以你不要天天再講北約 不准再講了 那就沒事了 美國好像又要做一個偽君子 你知道說我們北約是開放的 歡迎加入 但是他真正想要加入的時候 就惹出這個戰爭的時候 你又不去理他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剛才他們有提到 這個惠文他們也提到 就是說你到底這個戰爭 是誰鬧出來的嗎 這個我覺得很重要 責任斯基絕對有責任 普丁如果他今天 我也譴責他 但是我只譴責後續的部分 就是他如果只進到烏東 因為烏東有俄國人 他說我這個善盡國際 我國際保護責任 因為他們有一點點像 大家常常講的說 他的文化被消滅了 他的語言被消滅 其實被欺負的很慘 就是種族滅絕 而且八年 對 而且叫種族滅絕 西方國家最愛用這個 對不對 那普丁在進去烏東之前 他已經演了一場戲 請這兩個共和國 說我們被種族滅絕了 先講出來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普丁說那我進去 就得於是做一個人道救援 但是對不起 進去好像進去太遠了 因為進到七府 一個不小心 本來要去借廁所 一個不小心走到人家 這個主臥房去了 在主臥房去了 那這個要被譴責的 我覺得這是要被譴責的 所以我現在看的就是說 你普丁 你到底能夠回到什麼樣的狀況 普丁能夠接受 就是說我已經犧牲了這麼多 那我能夠接受什麼 那澤蘭斯基覺得說 我現在是民族英雄了 我能夠讓步 能夠讓步到多少 到什麼程度 到什麼程度 我覺得這個是雙方 那現在大家就講說 好像中國大陸 可以扮演一個調停者 因為剛才我們也提到 其實大陸跟烏克蘭的關係 非常好他們 對 那大陸也一直強調說和平 那大陸也給烏克蘭面子 因為大陸一直強調說 他們也是要到外交部長 到哪一個國家都要講 我們尊重各國的領土完整 各國的主權完整 這些我們絕對不干涉內政 那他已經強調尊重主權 跟領土完整 領土完整 那這個對烏克蘭來講 聽得進去嘛 但是他要和平 也可以幫助俄羅斯 找一個下台階 但是我不相信 北京想要扮演這個角色 因為他一定會跟美國談 現在這個就是 楊潔篪跟這個 沙羅文在談 那他一定說 那我如果這麼努力 你要求我我幫你做了 第一個 你不能再制裁我了吧 你美國要給我什麼 美國要給我什麼 第一個就是你那個可能性的第二波 就是secondary boycott 就是第二級的這個制裁 不能制裁到我 對 再講說那你前面跟我打了一些貿易戰 那些關稅不能再玩了吧 這些都應該要拿掉 最後第三個 把台灣還給我 不是你可能要強調 重申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你的一個中國政策 那我才願意幫你來做這個合適了 美國要求大陸幫忙 大陸可以開條件了 對大陸可以開條件了 當然可以 所以我認為今天變成是大陸 就是可以這麼對美國喊說 你要我成為負責任的國際大國 我回到國際社會 那我如果回來 你就不能隨便來制裁我 而且大陸可以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的立場 你懷疑這麼多 印度那邊你怎麼不譴責 對啊 中國大陸看起來沒做什麼事 你給他武器 你給他金錢 印度說我要跟俄羅斯買油 美國沒講話 然後印度在聯合國投票的時候 也是棄權 對不對 你怎麼不譴責印度 你怎麼不譴責印度 奇怪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 就是包括金端五國像南非 也是棄權 那還有幾個 世界上大部分國家 根本沒有表態的好不好 不是 非洲還有幾個所謂的民主國家 去參加過拜登的民主峰會的 野頭棄權 野頭棄權啊 怎麼不譴責 那你怎麼不譴責 所以我覺得說 這個對美國來講 就是長期的雙標是蠻辛苦的 因為美國有一個文化叫做 self-righteous 自以為意 就是說我做都可以 你做不行 跟民進黨一樣耶 好巧耶 對對對 他們就是叫做說 就是說聽我做的 但是不要看我做的 OK 聽我說我要你做的 但是不要做我做的 對 這個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叫你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 但我做什麼不代本 你可以做什麼 所以你聽我講就對了 大概是這個意思 所以說美國有這個文化 那他認為他做的 大概都是對的 那事實上 美國自己內部 因為我在美國 一開頭去留學的時候 我碰到都是左派教授 他把美國罵得真慘 所以我從到美國就被灌輸 說格拉費是好人 被灌輸卡司組是好人 因為他就講一個最簡單 他說這兩個人 你去看這兩個國家的 Healthcare 就是我們講這個健保 醫療方面 社會保險制度等等 社會 公衛 公衛 公共衛生 還有一個教育普及的程度 那我說對不起 我說他們那個教育普及 搞不好是用來洗腦用的 因為大陸也有點教育 是要毛澤東的那個小的那個紅的書 毛語錄 毛語錄要你去念對不對 你不教他們他們不會念 那同樣 格拉費有他的綠語錄 OK 那個green book 那你要是不教他們試制 他們也沒辦法 你沒辦法洗腦 所以我用這個來講 可是事實上 後來我到非洲去看 哇 非洲好多國家 都受到古巴的醫療照顧 他們在非洲的內戰當中 成為蘇聯 當時的蘇聯的代 代言人那樣的 就是等於是傭兵一樣 到安哥拉到莫善畢去打仗 但是也有一大堆醫療人 所以後來我去的時候 他們留在非洲在照顧 教師一堆 所以古巴其實說老實話 除了得罪你美國之外 他其實在非洲很受歡迎 其實你看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 對對對 對不對 好就是像我昨天舉一個 這個電影叫大敵當前 Enemy at the gate 對不對 Inbound of the gate 我忘了 裡面不是有那個 求得論的時候真帥 頭髮還沒那麼凸的時候 他就是瓦希利 身槍手 你今天用俄羅斯的角度拍 德國怎麼那麼壞 怎麼可以這樣打俄羅斯 你今天拍另外一部 這個敵人在門外 一個是大敵當前 一個是大敵在門外 今天用德國角度來拍 那個洛斯怎麼那麼壞 就是不同的角度 就完全理解這個 我們也要是說的這個部分 好來我們往下看 下一張 下一張 我覺得 前面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剛剛講到的啦 好就是說 現在的美國 他不斷的想要制裁 制裁 再制裁 好想盡了各種方法 那至於制裁的內容是什麼 我想你不會關心 不管是中國大陸的朋友 海外的網友 或是台灣的朋友 因為大家會覺得事不關己 你只想看美國出糗 那美國出的糗 我想已經夠多了 包含了這個 我們說的這個 不要跟他買私有 就德國說 Sorry Bye 法國說辦不到 然後英國說 好啦好啦好啦 不要買不要買不要買 從年底開始 等等的 等等的 當然 我們都講 這個美國去制裁俄羅斯 每一種制裁 你仔細思考 我就細向我不說了 傷害最小的都是美國 倒楣的都是歐洲 那你覺得歐洲這些國家 是這樣 傻冒是吧 還是 腦子壞了 他會一直不斷的配合 配合配合 配合你美國的演出嗎 剛剛賓哥舉了一個很棒的例子 叫做 今天哲倫時期不斷的 在那每天哭 哭天喊地叫爸叫媽 給我戰機 給我設禁飛區 北歐這些成員國也會覺得煩 你到底想幹嘛 同樣狀況 你試想一下 當美國不斷的提出 加碼加碼再加碼的制裁 而制裁到的 除了俄羅斯之外 都是那些北歐成員同盟國 美國自己都沒事 這些國家會不會也反感 敢不敢講一回事 但是心裡會不會覺得 你媽好咧 叫我進這個進那個 然後你自己都有 你自己都沒有影響 然後倒霉的都是我 所以其實在世界上 你再仔細想想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一個概念 我們台灣總是用美國觀點看國際 你看美國要制裁他 英國也說要幫忙 德國什麼 北約國家會幫忙他 北約才27個國家 我再加上美國28 日本韓國好了好不好 30 世界上有幾個國家 剛剛老師又告訴你 世界上有幾個國家 100 194個 好啦 我湊人說50啦好不好 其他你口口加起來 50啦 50個國家跟美國站在一起 那拍謝啊 還有150個國家 完全不管這件事情 甚至是不認同美國制裁的 所以你說美國真的是 帶領全世界去制裁俄羅斯 而世界全世界都跟著美國 去對抗俄羅斯嗎 其實沒有啊 只有台灣的媒體會這樣包 就是你們天天被洗腦 對不起你們看我不會 那些不看我的人 每天被洗腦 每天被洗腦 這個實在是蠻奇怪的事情 那今天也告訴你了 美國指控中國大陸 給武器 給金元 這個俄羅斯還給你要飯吃 你還給他飯 怎麼可以這樣 那當然 這個楊潔篪跟蘇利文在羅馬的會談 雙方是不願意透露太多的細節 但是肯定有針對 到底支持不支持俄羅斯 或是支持不支持美國對俄羅斯的制裁 有一些相關的論述 甚至是交鋒 那除了中國大陸之外 今天這個印度也告訴你了 你現在不跟俄羅斯買石油 太好了那我去買 我盧布很多啊 那我用盧布跟他買 送 那我怎麼沒有聽到你美國在制裁印度呢 那全世界當然 大家對於美國的制裁 各有各的 小心思啦 我講白了啦 心裡大家都會不舒服啦 但只有一個國家不得了 全力支持 美國叫你幹嘛你就幹嘛 美國說 拔拔拔拔拔拔就是扁扁 拔拔好吃 你就立刻吃給大家看 然後跟他說真的好好吃 那個國家叫做 台灣 叫做 中華民國 那今天在立法院 就上演了這一場 我認為很精彩 高精數美委員跟 王美花 當然高精委員的 這個 強勢或者是他這個 理直氣壯 這個不在話下 但今天美花也是 布利亞派 也是蠻凶狠的 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在面對美國要求制裁俄羅斯的態度 英國是混水摸魚 是打太極拳 日本乾脆有個子的告訴他說 這是我的國家利益 我不幹 只有中華民國的民進黨政府 美國只要犯一個屁 犯一個屁 屁 他就要響應 政府宣布制裁俄羅斯之後 有沒有要跟進美國禁止進口俄羅斯的天然氣和煤炭 我們目前沒有啊 我們發布的這個制裁 就是跟所有這些先進國家一樣 他要制裁我們了 你們要怎麼辦 我們俄羅斯的天然氣 今年三月就已經到齊了 我們本來就有去跟別人採購了 跟誰採購 價錢跟俄羅斯一樣嗎 因為這個都是商業的比較機會 又是秘密了 你們說要制裁俄羅斯 但是我看到的卻是 你們在制裁所有的台灣人民 請你下台 謝謝 他罵了他四次請你下台 美國放個屁 綠營就響應 斌哥 其實今天這個 中間還有一段你們沒有播的就是 高金蘇美委員一直要王美花說 一件事就是你們到底有沒有評估 我們制裁俄羅斯會遭受到多少損失 他說我們基金部長說沒有損失 完全沒損失 沒有他也沒有這樣講 他講不出來 他一直不願意回答這個問題 他根本不願意回答 因為實際上我告訴你 王美花根本沒想過這件事 因為反正 回去問問你們 你們是國安會秘書長 我就顧立雄問他 反正損失也不干他的事 對他來講就是這樣子 他又不用加油 是啊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是 很可怕的一件事 我們最高的經濟部門的長官 對我們要採取這些舉措的時候 完全沒有評估整個國家安全 會不會受到影響 我們會遭受多大利益損失 那請問一下還搞什麼鬼 然後呢每次遇到什麼東西 不知道怎麼回答 就直接說這是商業機密 對 我覺得全世界就台灣最多商業機密 疫苗也是機密 什麼也是機密 我真的要講疫苗 對啊 全部都是機密 那如果全部都是機密 我們要把立法院廢掉算了 反正問你都可以不用回答 因為什麼事情都是機密啊 不是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種 官員怎麼會有臉一直坐在那個位置上 我也覺得蠻特別的 從小不知道受什麼教育 什麼樣的家庭教育 讓這樣一個人 能夠長成這個樣 我是蠻欽佩的 可是 現在對全世界來講 最嚴重的就是這個問題 因為你要長期對俄羅斯經濟制裁 所有的國家都會受害 當然有一些國家 他如果自己本身是原物料大國 他可能因此獲利 也許 但是也未必 像美國自己雖然也是原物料大國 可是美國現在通貨膨脹也很嚴重 那因為這樣的制裁結果 勢必會導致通貨膨脹更嚴重 美國確定他真的能夠撐得下去嗎 我個人是非常疑心這件事情 那拜登到底要怎麼解決 我是不知道 可是我現在先想請教 為什麼印度他不講 對啊為什麼不愛印度 然後呢 中國大陸 你看他復讀了個半天喔 那他敢說 你中國大陸如果不去制裁俄羅斯 可是我就制裁你 他到現在也不會講這個話 也沒有 他只是說他有 他一直偷幫他 他偷幫他 他是希望要營造一種氛圍 讓全世界去堵爛中國大陸 然後你們自發性的去圍堵中國大陸 可是他自己沒說要這樣做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們基本上算一算就知道了 大陸現在多少人 14億多人 印度13億多 這兩個國家加起來快29億了 再加上俄羅斯超過30億 全世界現在到去年為止 全世界人口不過79億 大家不要忘記喔 你這個制裁下去 你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嗎 過去兩年因為新冠肺炎的關係 很多國家的經濟其實 特別是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經濟 其實已經面臨崩潰邊緣了 好你現在經濟制裁下去 天然氣石油 所有這些人物料 馬上價格上漲 請問一下非洲國家要怎麼辦 中南美洲國家要怎麼辦 爆掉啊 那東南亞一些小國家怎麼辦 對 那他們跟著你去制裁 其實他們就算不跟著你去制裁 都會受影響 對 因為 全世界這些價錢都要漲了嘛 對 那他的薪水不會漲 那請問一下這些國家 是不是要跟著一起完蛋 你知道這會影響到多少人口嗎 對 真的耶 歐盟那些國家歐盟才多少人 9億人 美國3億多 11億 12億 然後再加上好不讓當 美國這些盟友加起來 我算你30億好不好 剩下的將近50億人的生活都要倒楣 你覺得這個制裁能夠制裁多久 而且他歐盟的9億全部都倒楣 你以為他們很爽喔 實際上 美國跟他的盟友這些國家加起來 沒有50億沒有30億 大概了不起20億左右 差不多 對啊 那所以世界上絕大多數的人口會因為這件事情要倒楣 所以你這個經濟制裁到底能夠制裁多久 我個人覺得很好笑 但最好笑的就是我們自己 哎呀 我們完全沒有在搞這些 然後我今天看到外交部這個聲明我都快笑出來 他說呼籲中國作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因為常任理事國應財取具體作為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侵略 但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外交部這個聲明違憲 你知道違憲在哪裡嗎 你承認 你現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聯合國安全理事國 真的耶 那請問一下我們是什麼 我們是 他們是中國我們又是什麼 你有沒有 我覺得外交部你有沒有想清楚這件事情 我們政府還有一個國家 還有一個單位叫陸委會 那你發生你等於是從 你怎麼是外交部去發呢 你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 在世界上的合法地位 你承認他合法地位其實你已經違憲 趕快修憲吧 拜託不要每次都出這種洋相很難看 來混哥 這個 也謝謝顏老師 因為我經常在這個報端拜讀顏老師的大作 我這邊如果蔡總統你 這個海納百川的話 我相信像顏老師 剛剛我們的這個賴教授這些 一定絕對比顧立雄升任 國安會秘書長的工作 但是聽顏老師分析這個羅馬 這個在蘇利文跟楊潔篪這個會面 心情就不好 楊潔篪是誰 就是在阿拉斯加 當著蘇利文跟布林肯面說 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當面洗臉他們的就是楊潔篪 那為什麼蘇利文要找楊潔篪在羅馬見面 那更早之前是布林肯打了三次電話給王毅 不同層級的 然後新華社發的新聞說 這個王毅強調說 美國是反對台獨的 剛剛顏老師分析說 是不是把我們給賣了 我給大家看這個圖 這個是上個禮拜 這個是習近平 這個是馬克宏 這是德國的總理肖茲 他們做了一個視訊的峰會 那幹嘛 談的也不是別的 談的就是烏克蘭 那這兩位呢 這個法國跟德國的這個領導人 最近奔走很多 這我就不談了 但是因為是大陸的這個視頻 所以把習近平放上面 兩個就坐下面這樣子 那觀眾朋友 我的結論非常簡單 在顏老師面前我不敢耍大刀 但是我必須說 如果大陸在國際社會的角色 越吃重 我們就越危險了 那不然呢 你看他們是不同層級 所以領導人對 他是對馬克宏跟蕭茲啊 對不對 然後蘇利文就對楊潔篪 布林肯就對王毅啊 那美國 所以老師分析說 也許大陸不願意 扮演這個調停的角色 但是在國際社會裡面 就剛剛老師分析 烏克蘭 俄羅斯跟大陸關係 可能他是最好的一個解決方案 那如果美國要去找他 那我們要幹嘛 我們就變成魚肉了 就被賣了 所以美國出賣台灣 不是價值的問題 是價格的問題 價格對了就賣了啊 我要換了什麼 就換這個事情趕快結束 然後台灣 氣台論 在美國的 請老師講 他長期以來就是一個論調 就是蔣介石沒用的啦 蔣經國不要的啦 台灣不要的 他們長期以來就有人 一直在研究這個 但是我們都不談 我們每次連線都是葛達儀 不能就是薛瑞福 每次都連線那些 那些人就是友台的 就是我們去抖內的 那些美國的智庫 他講的都是你要聽的話啊 我就講你想聽的 美國不會拋棄台灣 台灣的戰略模糊 非常重要 第一站 綠美每次都報這些 你一直被洗腦說 美國堅若磐石什麼的 所以大家不要再做夢了 那我們看到大陸的大國崛起 不是要幫魏斐宣傳 而是看看人家 想想我們的處境 我們不要犯跟烏克蘭一樣的錯 不要懷疑共產黨收復台灣的決心 也不要懷疑台灣人民 堅持自由民主的決心 這兩個韓國瑜講的不要懷疑 我們要同時 放在同一個天平來看 剛剛這個慧文哥講說 習近平見蕭之啊 對見這個馬克宏啊 那這個楊潔篪見蘇利文嘛 然後王毅見布林肯嘛 對不對 成績是有對的嘛 我們比較厲害 美國什麼阿媽阿狗來 都見蔡英文 來老師 沒有我在想 剛才主持人提到 我們很挺烏克蘭嘛 他們 我今天也是在台灣啦 就有很多人在挺嘛 那烏克蘭 可必讓我們設一個代表處啊 建交好了 建交當然不太可能啦 但是連代表處我們都沒有嘛 真的 我們現在是由俄羅斯在幫忙協辦嘛 對 我們在烏克蘭只有一個冒邪的人 沒有一個代表處 搞了這個挺了那麼久 連一個代表處都沒有 代表處都不是談邦交喔 只是一個代表處而已 我們也沒有嘛 那我的意思 我們今天幫忙制裁 那你即使今天說這麼亂 大概也沒有外交官願意去了 但是 就讓我們成立一個代表處 我覺得我們這個制裁有點道理 是不是 幫你出口氣這個有回饋吧 我的意思 我們總要去換回一點東西吧 我們不能這樣子 一死心塌地就去愛 然後一點都不要求回報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 我們有條件要 那同樣的 我今天剛剛看到就是說 這個造成這麼大的 這個世界的一個衝擊 所以才會有很多非洲人 現在受到了烏克蘭跟俄羅斯的呼喚 要去當傭兵了 很多啊 中非共和國 美國要去幫俄羅斯 利比亞要幫俄羅斯 利比亞要幫俄羅斯 然後呢 烏克蘭在肯亞 在奈吉利亞 找了一些人 也願意去 所以後來到最後 如果再打下去 變成是非洲人打非洲人 在烏克蘭打 簡直是莫名其妙 那我就想到這個 我覺得我們台灣 台灣未來可能也要需要傭兵 所以我們要想什麼東西可以吸引 你知道烏克蘭為什麼會吸引一些非洲人 要去幫忙打 烏克蘭說你們來 我給你們烏克蘭公民 那完了 那你變成烏克蘭公民 搞不好就很容易混到歐盟裡頭去 歐洲國家 所以這些非洲人願意去 他覺得我與其在非洲餓死 萬一在烏克蘭沒有暫死 那就很不錯 暫死的話 搞不好我家屬可以得到賠償 我在這個非洲餓死沒有工作 沒有任何的賠償 老師對不起 下次請您來兩個小時 讓你好好談一談 我們最後一點時間 有個小滿 要不然他說 在那邊騙通告費 天然氣說我們新簽的 約比俄羅斯的還便宜 那如果騙 對 王美華說的 對 騙的話我們就降電價 砍台電預算 這不是最快的嗎 那為什麼要去調漲電價呢 那我們覺得買的話 應該是買美國天然氣 在賺錢 在賺錢美國天然氣 我們已經買超多了 對 我們已經買7500萬段了 20年了 還買啊 對 我們還能跟誰買呢 有可能 還能跟誰買呢 我還能跟誰買 最後啦 拜拜 我買那個人 我買了 我買了 會不會 我買了 我買的 我買的 比達 我買的 我買的 你買的